嗨朋友们,在这个视频中,我们带你去看八阔街。 八阔街的两侧,有售卖手工艺品的商店,和售卖西藏各地土特产等。 八阔街,是拉萨最著名的转经道和商业中心。 街道上,有一些藏民在进行着神圣的转经仪式。 这里的藏民们,手摇转经筒,默念经文,顺着八阔街转经。 也有像我们这样的游客,加入他们一起转经。 这里还有大昭寺,和小昭寺。 大昭寺,位于八阔街中央,每天都有朝圣者,排队进入大昭寺朝拜。 小昭寺,在八阔街以北,大约500米的小昭寺路上。 距离大昭寺不是很远。 每天都有无数的朝圣者,在寺前铺上垫子。 双手合十,然后跪倒扣拜。 场面十分壮观。 在藏族,有流传一种说法。 他们认为,先有大昭寺,后有拉萨城。 大昭寺,是西藏现存,最辉煌的吐蕃时期的建筑。 这里不仅是一座,供奉众多佛像和圣物的殿堂。 它还是佛教中关于宇宙的理想模式,弹成曼陀罗的再现。 而八阔街,是为了建筑大昭寺,并随着大昭寺的发展。 而建设和发展起来的,如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 这里经常出现,虔诚的藏族信徒。 走在八阔街里,时常能见到藏民们仍然穿着传统的服饰。 老人们手持转金筒和佛珠,处处都能见到西藏民族的风土人情。 在八阔街,我们总能看到,远道而来的朝圣者。 他们系着皮围裙,双手带着木质手板,一步一扣手。 匍匐着身躯磕长头,不停地顶礼膜拜。 过去,这里只是围绕着大昭寺的转金道。 如今的八阔街,既是转金道,又是一条购物长廊。 围绕着八阔街逛一圈,可随意挑选到称心的纪念品。 在这条街道,还可以看到虔诚而善良的朝圣者,坐在路边休息。 八阔街是拉萨最古老的街道,也最具有藏族风情的街市。 这里的建筑大都是白色的,只有东南角有一栋涂满黄色的小楼,那就是马吉阿米餐厅。 马吉阿米餐厅,是个非常出名的餐厅。 慕名而来的人众多。 这个餐厅,传说是以前六世达赖喇嘛? 苍阳家错,惠情人的地方。 接下来,我们带你去看小昭寺。 小昭寺,建于唐代,与大昭寺同期建成。 寺内共有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及众多的佛像和唐卡,和诸多珍贵的文物。 小昭寺,建于公元七世纪,是文成公主奠基建成的。 建筑风格,融合了汉室和藏室的建筑特点。 是西藏最早的寺庙之一。 如今,小昭寺已成为藏族僧人,研读佛经的场所。 它的规模和名气,虽然比不上大昭寺,但前来参拜的信众也很多。 在这里,我们跟着其他的朝圣者,一起在传经廊道里传经。 在这里传经,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我们也把自己的佛器带进去小昭寺,让僧人开光。 祝你祝福 祝你祝福 終於祝你祝福 終於做了一個圖案 他們很老的都是這樣走 每一天都是轉廊 我沒有識識人的 你看沒有人帶走走 有些女兒帶著走 這個就是寶寶 可以啊,肥一點也行啊 那吃飯也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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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就是沃達拉 我們吃早餐 現在Yukim在搞機票 看看這裡 不行吧 不行吧 我們在哪裡啊 在這裡 Locker Tea House Locker Tea House Locker Tea House啊 這樣是自己的樓 這樣是自己的樓 哇,這樣是自己的 現在嘗一嘗,不知道是什麼 我當然是樓 你介紹一下,要吃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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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介紹一下 你介紹一下 這個餐廳叫什麼 不知道 讀啊 你在讀的嘛 我是Z 他在那裡 你介紹一下 這幾個 這裡是多少錢啊 不知道啊 十幾個 啊 六個 人家吃了 應該不會 這條街 直接通到 布達拉法拉 啊 啊 這裡 這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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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夜市 沒有賣東西的 他每天都開的 燈光很漂亮 然後去呢 就回到Hotel 但是你以前去呢 就去到布達拉法拉斯 你看 很熱鬧啊 這裡啊 對啦,很熱鬧啊 很多遊客啊 你看 這裡就是八角了 現在我們漫步在 這個叫什麼 Kora 是嗎 他們轉一個浪的 Clockwise的 這樣走的 布達拉在前面 布達拉在前面 你們整班人都轉一個浪 Clockwise 很老的人都是這樣走的 什麼字 小老哥 什麼字 寶寶 什麼原因呢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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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 Good luck Blessing 啊 Wing all this 是Blessing I think the immediate blessing 是 Walking 有Good exercise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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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